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秦昭相王47年,秦国派大将王和攻打韩国的上党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面对秦军大军压境 上党没有投降秦国,反而投降了赵国 这给秦昭相王气得奇巧生烟,当即拍板攻打赵国 秦国军队虽然是虎狼之师,但是赵国也不是土鞭娃犬 眼见秦国大军犯境,赵国派大将连波迎敌 连波不愧为当事名将,王和率领的秦军屡屡碰壁 从此再无见数,赵国与秦国相持不下三年 秦国虽然补给现场比较吃亏,但是却依然能够维持 而赵国国力无法与秦国相比,坚持到此时 已经是濒临崩溃边缘,一旦国内内乱丛生 则兵败就在眼前,连波的坚守方针虽然有效缓解了秦军 带来的压力,但是在此时却也无以为击 最终赵国换上了赵阔上台,希望在赵阔的带领之下 能够尽早的大阔秦军,结束这场令赵国不堪重负的战争 秦昭相望见赵国更换主将,不惜反惊,更加的认真对待 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他决定派遣白起为秦军主将 白起见赵阔率领的赵军极为激进 又深知赵国国内粮食不足,人心浮动急于求战 针对赵阔的性格与实际情况,白起最终定下作战策略 杨拜已交骑兵,诱敌深入,断赵国补给救援 最终将赵国一网打尽 尽管白起的策略看起来可行性很高 但是45万赵军不是扫包 赵阔虽然不计,但是白起也绝不轻敌 且战且退之下,白起派遣骑兵,绕过第二道防线 袭袭赵国空虚的第三道,白里是长城防线 切断赵军的补给线,此时的赵军已经成为了一支孤军 而赵阔却浑然不知,还沉浸在白起给他营造的胜利假象之中 欢快地追杀秦军 而他的前方,白起已经编织好了一张大网等他陷入 为了完成这一次旷世伏击包围歼灭战 白起将准备几乎做到了极致 甚至连包围之后如何分割歼灭都已经想好了 就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关键时刻 白起却颁布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全军不许生火,只许吃冷食 而且秦军士兵最喜欢吃的冷食羊肉一概进食 都换成冷食牛肉 辞令一下,秦军士兵颇有微词 私下里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后来赵国军队陷入秦军的包围圈 击杀了赵国将军赵阔 最终将所有赵国45万士兵全部坑杀 坑杀之时对秦国士兵说 明天夜里他之所以能够发现有人偷吃牛肉 是因为他在很远处就闻到了羊肉的山味 如果全军将士都吃羊肉 山味会飘得更远 如此一来,埋伏赵军不成 恐怕还会兵败长平 今天被坑杀的可能就是你们了 听吧,秦国士兵恍然大悟 这才知道自己的这位统帅并非草包 他们的将领原来大有深意 真是太高明了